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这一期我们拍的主题是 就是一个小project 对 改造 因为很多人就是买房子 想要卖出去的时候都会先装修一下 会比较好卖 今天我们这个project就是 把这个要卖的apartment给它装修一下 今天主要是让大家看一下那个before 对 就是这个before越糟烂越好 你们就可以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对 就是这个apartment 就是是我来加拿大以后买的第一个小房子 就属于我的一个小天地 在这边住了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 但因为我儿子上学的原因 就后来就搬走了 就一直给一个租客租着 然后这个租客最近就也买了自己的房子 所以就不租了 那个租客就非常非常好 就租了三年 然后每次一号要交房租 他到二十五号就给我打钱 从来也没有麻烦过我 就除了一个水龙头坏了 换了一个水龙头 就还从来没有打扰过我 那其实你还蛮幸运的 其实在加拿大很多都是被租客坑的 租客是非常非常坑爹的 就所以我很害怕再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 很造型的一些租客 所以我不想再租了 就是我想就把这个房子给卖掉 在卖之前 如果说光是这样子光秃秃的一个地方 就我认为是非常难去跟现在 现在有周边很多很多新的 brand new的一些condo 很难去竞争 那人家如果一样的budget 为什么要买你旧的呢 人家为什么不去买新的对吧 就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不把它装修一下 然后重新finish一下 然后做一个小的staging 让人家可以看得到 哇一进门就能picture自己能住在这里 就能有感觉对吧 不然的话就会很难卖 所以也是逼不得已 不然的话也不想花这些钱去装修 因为你如果卖房的话你装修的时候花的钱 基本上就是搭进去的 不太可能会在你的卖房的value里面能够显现出来 但是只是说为了加快速度能早点卖掉吧 因为我现在空关就每个月给的房贷也是亏的 对 那一般卖房的话你要弄这个装修 你都想要花最少的钱 然后能有最大的效果 就这样说其实稍微有点点难听 很好因为毕竟不是我住在这里 我管他以后要怎么样 就是他只要好看就可以了 就是他秀出来是特别好看的 是我的number one 而且要越低越好 是我的number two 对吧 就是说他如果说要跟我说 一个地板是5块钱 可以last 50 years 一个地板是3块钱 然后可以就是保了10年 那我肯定是选比较便宜的那个 因为我不会去想他长远的 因为不是我住 但是在颜值相当的情况下 对对对对对 就是相比较的话 对吧 就是你首先你选的时候 你就要想好你大概的style 想要做什么样子了 不然的话你的颜色就很难去match 因为地板肯定是这个面积 最大的一块东西 一个颜色 你把地板的基调给定了以后 然后pint这个基调给定了以后 基本上你的房子的调子就定了 对所以我觉得是第一个 你要选你的target market 是吧 就是condo如果说 我们希望是卖给什么样的客户 他们的眼光大概的taste会是什么样 你就要大部分的去选择 去迎合他们的口味 比较品味 但是就是如果你装修了卖的 就不建议做任何发现非常大胆的尝试 不建议做一些非常personal的design 因为有可能你非常非常喜欢 但有些人就非常非常讨厌 就我们需要所有的东西都非常neutral 比较符合大众的 对 80%的人都能喜欢的就好了 就大众 所以就不能说非常大胆的 我用一个心内非常bold的颜色会怎么样 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 太小众了 对太小众了 那你如果说你装修了给你自己住 你喜欢就好 那肯定入不就为 但你装修了服务拿来卖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第二点 我们装修的重点 就要放在最大能够改变这个房子的质点上 你选的是那几个 地板刷漆灯 这三样是最重要的 对一看一进去就马上可以改变整一个房子的一个风格的 厨房屋本来也是非常想换的 太贵了 但是因为这个厨房本身准备本身还可以 就免贴的还不错 我觉得还行 而且很多那个story 而且它的颜色也不是说特别让人讨厌的 它是白色嘛 所以就还ok 我觉得还能忍受 因为我跟我其他的东西搭起来的话 不会显得太突兀 因为它是浅色调的 你就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厨房暂时不动 就是大面积的 就是刷漆和地板 这个是大头 如果想要花最小最小的钱 刷漆应该是第一步吧 刷漆是第一步 然后你可以自己刷 请人刷非常贵 对 但人工特别贵 我刚刚我quote你一下 你还给我报价是3000块钱 刷就是这个compt 刷漆哦 刷漆我们自己刷好 对 我们两天就刷完了 3000就把它省下来 然后买那个pint也只花了150块钱 又是KIDGG上下 不是不是 这次是行的 这是我特定 上次完了巨大一桶 因为我之前在show home上班 所以我们show home有一些pint color 是比较大众 可能很多人问好看这个颜色 然后我就有这个颜色的 这个这个信号的color 然后就找了一个油漆的company 给我调的 就是match那个color 就比较safe 因为如果说你只是从一个pint fan上面找一个颜色 出来刷大面积不一定能有这个效果 对对对 或许会 你看着是白的 结果出来是pink 就是会有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我已经在别的这个墙面上已经看过了 这个是最safe的选择了 所以给你们提个型 就是你们如果去看show home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看到哪些比较好的装修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去问他们要这个这个这个颜色的这个号码 然后你可以去match 就是这个一个小tips 我有朋友他他父母帮他装修的 然后他说他说他们结婚然后就这个婚房是他父母帮他装修的 然后一进一进门以后他爸就整个房间是是紫色的purple的 他说我明明买的是白色他妈还跟他说我明明买的是白色 就那个那么小一张卡片上面看的确实是像白色 但刷完以后是所以说一般你去买pint 你先买一个小罐的 然后先试图一块 然后看一下 嗯要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就是对 相当受骗但是anyways这个这个属于就是惊艳之谈 对吧你还是要看大面积的颜色你才能确定这个颜色是ok的 对反正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先看一圈好了 嗯就你们看一下这个糟不糟烂给评几分 然后之后再看after的时候再看看打个几分 对我觉得这个比较turnover应该比较快一点 所以你们可以快一点看到这个after 对我会放在一集里面吗 哦放一集啊 对啊要不要放一集太短了 那要不给他们掉个胃口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那你自己决定 看看剪辑速度ok拜拜 欢迎光临 哈喽 来介绍一下这个apartment 这边就是厨房 厨房我不打算做因为它白色的还比较干净了 嗯而且主要是换厨房弄厨房就比这个budget就很大就比较贵 嗯嗯如果我想弄的话我会想把countertop给换成大理石的 但是现在材料费非常贵所以我打算远到最后如果说它真的跟我装修完以后不match那我再想办法吧嗯嗯然后这个是个轻 然后我是打算将你所有的灯都换掉就这种凸出来的灯一个都不要全都想要平的 嗯嗯然后这个包括这些暗门的灯厕所的灯都会换换的比较modern一点 嗯嗯剪圈线条一些 基本有的它有这个这个buckney还算是在condo里面比较大的挺长的 这个门也很大 还算有个小mio呢是吧嗯对停车场mio 还算有个小mio 我经常忘记带钥匙就从这里翻进来自己翻自己的脚 然后这个窗帘也比较好土啊这个而且非常不好用经常开不开 那把它整下来换成最最简单的那种妆脸 嗯嗯 然后这边是主卧 整个房子的油漆涂都会重新刷一下刷成浅浅白色吧嗯 比较偏白的时候也带一丢丢灰的嗯嗯 但是还是比较明亮的一个白色 嗯然后主卧也有一个walking closet 我当时看着它就是很喜欢它的double bending 就是还蛮大的一个一个主卧的厕所 算在condo里面啊嗯 然后它它这边储备也很多 就它这些储备都比较深 就还对就是小夫妻来说还是蛮实验的嗯 这个马桶 马桶也要拍嘛 不是我说它的隐私做的还行 就在那个condo里面 嗯 其实它的layout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嗯 然后这边我在想可能放一个大镜子 然后这里是个吧台嘛 我们放三四个的bar stool 嗯 嗯 嗯 这边是洗衣房 诶 这里这里其实算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大镜 area 嗯 我打算把它这里做成一个小的吊灯 然后把它 就现在这个error不是很specified 嗯 就很难想象到它是一个吃饭的地方 对 但你这个之后把地板全部都换成是 对 全部 全部都换成地板 这样看起来会空间更大一点 对就会有更正常的延伸性看起来更 开溃 对 就是这边是地板格 这边是地毯 全部都不要 都是都是地板 嗯 然后 然后这里还有个储物的 然后这个是洗衣房 洗衣房旁边还有一些储物空间 嗯 洗衣房其实挺大的 对 但一般来说condo可能就是一个小closet打开的 就是一个洗衣的 对 你这边还有储物空间 还有储物的 其实这个condo你别看小 就是很能装东西 当时我大概也是搬了很多很多东西出来 搬出来意想不到的东西 这是那个main bath吗 嗯 他就这里等于这间房间就等于独立用这个厕所 嗯 这个其实也蛮大的 嗯 我儿子当时坐在这里也挺享受的 自己用一个厕所 对 这就是四卧就是小孩的房间 嗯 也挺亮的 窗外很大 对 挺明亮 就是 现在很难想象它能多么的吸引人 所以才会需要重新稍微装修一点 然后再去做一个station 就这个就是比较我擅长的 就是做一些这个冰君的design 然后把它弄得更吸引年轻的小伙伴一些 这个现在就是太老旧了 所以你的target是 是二三十岁的young couple young couple first home buyer那种 对对 就是他们 这应该是他们第一套 二十几万的budget 一般来说也就是 刚刚开始工作的一些 适合那个群体 他只要有小孩 我就觉得这个 就太小了 就会有点tight 我觉得这个适合两个人住 两个人 或者真的不行 就是retired的 就忘了不起 emptiness 也可以 因为这个阳台够大 对阳台蛮大 老外还是蛮喜欢的 但是你说emptiness 就是这边交通不太方便 但我看你们前面坐 有一个mall streetmall 对对对 那个还挺方便 刚开了 这个新造的 就非常方便 对那个还挺方便 对面就能买菜了加油 而且这附近就有老年公寓 对 其实还可以了 老年人也还可以了 很开心吧 嗯 这个这个不知道了 不知道我的style 我老年人能不能 能不能吸引他们了 就到时候会是 灯 灯会都是黑色的 黑色的金 哦 就像你那种房子一样 就灯 灯是黑色金 就比较鲜明的那种 modern的style 就比较modern 然后家具应该也都是黑白金之类的 嗯 然后刚刚还去那个二手店刚采购了一批 嗯 你这次装修的整个budget是多少 就大头其实都花在人工上 嗯 这边人工贵 对 太贵了 光铺地板什么的就 就已经好几千了 嗯 反正我们最后会会有个list 跟大家说一下总共花了多少钱 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我当时是希望是在五千以内 但现在光人工都已经快五千了 嗯 所以不可能 一万以内是肯定的 但是我希望能够控制在 连家具 带什么 把八九千 所以你最近都在好好的淘二手家具 然后还要做一些小改造 对二手家具已经买了一个沙发 一个茶几 一个fireplace 两个床架 和headboard 嗯 所有的灯 全是二手的 然后 窗帘不是也买了吗 窗帘 窗帘和窗帘盖 嗯 所以现在一共花了五百 哇 这些东西 哇 挺厉害的 这边家具挺贵的 其实 对 五百是 五百好像没包括灯 灯大概是两三百 所以大概八百块钱 嗯 是光是这些 fixture啊 和那些furniture 全部都要熟的 都是几十块几十块钱的 嗯 那个有些是free的 free的就抢不到 好难抢 那都是二三十啊 三四十什么的 然后自己再DIY一下 让它焕然一新 对对对 肯定是要refinish一下 还蛮期待最后的 摆上家具之后的样子 对 现在就是不堪入目 也还好啦 看起来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东西 看起来还挺 挺干净 干净吧 对 就是不太会有想买冲动 对 你一般没有staging 很难吸引人 就希望它以后 弄完了以后就快快的 行 大概需要多久 我下次过来拍 我希望 我希望下周 他们全部地板弄好了 然后我自己亲自上场 做拼琴 因为太贵了 他们收的 我可以过来帮你 我刚买了7 我觉得我有经验了 所以应该会 可以了什么 你还要我的刷子吗 可能可以 然后我想去 弄个feature wall 我刚刚有一关 黑色的其他没用 然后我们在网上 看一下idea 就是那个 它是黑色的底色 但是它有很多金色的 斜边 就是他们有那种 金色的 这个 专门贴墙的 这个条 strip 但是 哎呀 我今晚你去看墙子 但是我 我不知道有没有 能不能买到 现在还挺缺货的 如果不行的话 我准备就 把tape里 然后我就刷金色的漆 嗯 可以啊 就是大概是 金色可能是 只有那种 喷的那种漆 才是金色的 我昨天在他们地方 看到有 但是 它那个finish 没有这么亮 你能不能不要 走来走去 我很难focus 你在我旁边 走 我就不能站在一个地方 不动 多弄这 反正就是 可能会这里有一个feature wall 嗯 就是整体都是 都是 比较 比较某种的一点 嗯 OK 还蛮期待的 所以我们 一个月以内应该能够结束吧 那可以 OK 我希望八月就都能 都能八月内都能弄完 都能卖了 就趁着夏天 大家看毛比较 那个marker 比较好的时候 嗯 等到九月就可能会收到 嗯 好 那我们就 期待一下 嗯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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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